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张启腾 元宵节快到了 金融市长牛昌 2月24号下午3点 在金融文化中心广场 发送1000份的霓虹小乳牛元宵提灯 结果吸引了数百位民众 顶着大太阳大牌藏龙索取 有民众更提早一个半小时 就到现场排队 需要拿到限量的牛年生肖提灯 与家人一起开心迎接元宵节 新年快乐 民众开心的从金融市长牛昌手中领取元宵提灯 长长的排队人龙几乎看不到镜头 这里是金融文化中心广场 正在发送牛年生肖提灯 由于今年制作的霓虹小乳牛元宵提灯 造型很获好评 现场吸引了大批民众 顶着大太阳排队索取 其中抢了头香的退休民众说 是帮上班的女儿收集 还有阿嬷为了孙子 提早一个多小时就来排队 点半 一点半 她为什么这么早就想 因为女儿就在收集这个东西 就是早点来 应该够了 一千份是够了 收集每一年的还是收集 她都有收集 可是阿嬷的爱心 所以我还没有两点 就一点五十几分就够 就为了孙子 对五十二号 一号进托是一点半就来了 金融市长牛昌也有求必应 一一发送元宵提灯给排队民众 并预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在元宵节前世 我们在文化中心前来 赠送民众小提灯 那今年的小提灯 非常的可爱 这个小卤牛 霓虹小卤牛 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 所以刚刚有看到很多的民众 甚至带着小朋友 一起来索取这个提灯 排得好长 然后今天刚好天气又非常的好 其实非常的温暖 也非常的热闹 然后在这边也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至于外传被列为民进党接班 梯队之一的林又昌 可能接任交通部长 林又昌重申 现阶段就是做好金融市政工作 其他不会去多想 现在真的大家去谈选举 真的是还是很远的事情 那不管是我个人 还是之间市长 还是其他的市长 我想我们最重要的身份跟角色 就是在市长的岗位上 把市政的工作做好 我想这个是所有县市首长 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除了由市长亲自发送的 1000份牛年DIY元宵提灯 观光及城市行销处处长 曾志文表示 2月25号上午11点起 还会在东岸及西岸旅客服务中心 发放元宵提灯 限量600份 民众只要到基隆旅游网 脸书粉丝专页按赞 并分享活动讯息 就可以免费索取 我们也在明天的上午开始 可以到我们的旅服务中心来领取 总共我们有600份的 这样的一个小提灯 那我们这个领取的方式很简单 只要你能够秀出你跟基隆的景点 的这样的一个合照 那就可以来领取我们的这个小提灯 祝大家年夏节快乐 记者张启辰金融报导 每年1月到4月是北台湾东北角石村盛产季节 拿来煮汤料理特别的美味 也吸引了和平岛居民采栽 不过今年受到了气候影响 石村产量大减 价格也攀升 从美金50元涨到了上百元 当地居民特别呼吁重视气候软化问题 珍惜地球资源 来到八斗子海报岩一带民众弯下腰对着满地的绿藻边刮边采不久就有满满收获 放眼望去 胶岩上长满了绿石村就像铺上翠绿的地毯不只有民众前来采集 更有民众前来拍照打卡 绿意盎然非常有生气 然后代表着整个台湾的生命力 非常旺盛的生命 很漂亮 这个怎么装机拿起来 每一个角度照过去都是 都是美景 滚水放入石村打个蛋液 料封味美的石村蛋花汤香味四溢 或者将青苔切成丝包进水饺 这款青苔水饺口味都是一级棒 幽名海蜗菊的石村是一种又薄又平的绿藻 必须生活在18到20度的水温中 往年1到4月会在北海岸蓬勃生长 但石村脆弱经不起太阳的曝晒 由于今年气温攀升太快 导致产量下降 价格也从美金50元涨到100元 那我们过年前两个月都一直下雨 下雨的时候浪大都长不出来 那过年后气候像这种看起来会死几度 因为太阳一照会死掉 这生长很慢 那你应该是要18度到20度 所以今年天气不稳 所以我们这个绿藻长不出来 非常非常少 一定要注意这个气候变迁的问题 气候变迁大地给的丰富资源 变得越来越少 居民希望大家珍惜资源 让绿石村能够在北海岸孙生不息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台湾脉路少子化社会 不少人选择不生小孩改养毛小孩 因此动物权益也跟着受到重视 有立委就建议修法 在不影响住户安宁情况下 保障宠物及侍族的权益 台湾养猫狗的数量 人口数增加 但仍有不少的社区 以公寓大厦管理条例规定 禁止住户饲养毛小孩 让市主相当的困扰 现在不分蓝绿 有立委们建议修法 在不影响住户生活品质下 让住户有饲养宠物的权益 目前正在立法院 讨论关于动物权的一个问题 那动物权的部分 其实是两个部分在讨论 一个是说 要不要学欧美把动物权入线 这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在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部分 让市主有饲养动物的权利 但是就是可以跟管理委员会 有一个合作的签订一个契约 那目前全台湾的三海关社区 我觉得就是在这部分做一个非常典范的社区 它在社区内部 就有一个专门狗的遛狗的宠物区 打造对动物友善的生活环境 以及用三海关社区来说 社区内有一块区域 规划为宠物公园 让市主可以安心遛狗 而宠物的排泄物 当然也要随手清理 这些社区都是 几乎有狗的人都会在家里 很少带他们下去 如果现在有出来的地方呢 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走一走 如果有专区呢 有专区最好啊 期待我们基隆市 也跟市政务在沟通有几个地方 我们希望能够有这个部分的进度 能够继续往前走 让基隆也可以跟其他县市一样 都有宠物公园 那我们也呼吁其他的县市 也都能够陆陆续续来设立宠物公园 因为根据相关的医学研究来看起来 市场宠物事实上可以让一个人的 这样的新自然年龄或者身体健康 这是有帮助的 随着生活形态改变 毛小孩的数量俱增 但该怎么拿捏市主和诸物的权利 在在考验公部门的立法智慧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基隆市成功国小在开学前夕 飞来一名教课和尚鹦鹉 可爱模样狠惑小朋友喜爱 甚至成为学校生命教育课程的主角 不过因为他的脚上系有号码脚环 校方研判应该是有人饲养走私 因此已经将这一只和尚鹦鹉 送往动保所安置 希望顺利找到他的主人 小朋友开心地围着观看小鹦鹉的一举一动 这一只被师生取名为Q2的和尚鹦鹉 在开学前夕出现在基隆市成功国小校园 校方除了请有饰养经验的老师协助照顾 并公告寻找他的主人外 还让Q2成为课堂上的主角 教导小朋友学习尊重爱护生命 这只小鹦鹉它是在上个礼拜六 我们补班的时候 我们就听到校园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声音 因为这个和尚鹦鹉它的特性 就是它的声音非常的洪亮 所以我们就发现了它 但是它似乎就是在这个校园里面 飞来飞去这样找它的主人 所以我们就先把它收留它 趁这个机会也给我们的学生 做一个很好的生命教育 告诉他们说如果我们在路上 发现了一些动物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去了解它 照顾它 那希望这个动物可以 很顺利的回到它的主人的身边 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 超猛的Q2 马上就掳获小朋友的心 直呼好可爱 我喜欢它很可爱 以前我开小的时候就有养过了 有养过了 但是它就跑出去 我喜欢它就是因为它会撒娇 然后还会吃东西 撒娇时它会跑来跑去 因为它的蓝色的毛很漂亮 看起来很可爱 金融市议员佟姆志伟也很认同校方 让小鹦鹉成为生命教育课程 主角的做法 刚好利用这个环境 我看的画面其实相当的感动 因为让小朋友顺便认识小动物 有爱护小动物的心情 然后做一个生命教育 刚好融入108克钢 由于Q2的脚上系有号码脚环 又是属于外来种 研判应该有人饲养 校方已经将Q2送往金融市动物保护防疫所 希望帮Q2早日找到它的主人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 金融市闽南青年发展协进会和金融市舞蹈学会 在元宵节前夕赠送牛年灯笼给新一国小学童 透过教学组装 让孩子们了解元宵节典故与手作灯笼的乐趣 为了让活动顺利进行 金融市新一国小特别开放全新完工的图书馆 老师先展示组装完成的牛年灯笼 还可以做出奔跑的动作相当可爱 很荣幸我们金融市明年青年发展协进会 已经连续办了两年 那我们的理事长徐静才 也跟我们这些所有成员 想说刚好碰到疫情的关系 所以除了在礼拜天在城隍漫游发过灯笼之后 那想说要跟亲子同乐 所以选定了我们金融市新一国小 跟几位精英的小朋友们 然后共同把这个灯笼分享给小朋友 把这个传统的民俗文化 那幸运呢 现在在这个新设立的图书馆 老师校长都很热心 还有主任 他们还制作很多制作的那个powerpoint来教学 现在我们是在现场 所以小朋友超高兴的 经过几个步骤慢慢教学组装 小朋友们陆续完成灯笼 并且开心的把玩起来 学校也非常感谢热心团体的善心 元宵节的灯笼以前我们都用DIY的方式在制作 那充满了乐趣跟一些用废物在利用的部分 那现在灯笼因为用纸座的关系呢 但是虽然是用纸类呢 它也需要一些技巧性 比如说知道空间的概念 然后三线骨线等等 那这次很高兴有协会呢 赠送我们100个灯笼 那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呢 跟美劳课程 还有我们科技教育的课程相结合 运用我们现在的刚成立好的共读站 那在共读站里面呢 让小朋友快乐的学习 我花了很久的时间做完这个 然后呢这个是拉这个才可以动 基隆市闽南青年发展协进会表示 今年刚好是创会30周年 除了会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之外 更会秉持着创会宗旨 继续用心回馈社会 2021元宵节快乐 记者基隆终合报导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及祭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祠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略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香火鼎盛的祠云寺 HOME PLUS TV 4K智慧机上盒 数千部强档一句随你挑 电视轻松看YouTube 陪你追剧零时差 立即升级HOME PLUS TV 光鲜上网加有线电视799元起 再赚看片金两千四 申办首月通通免费 手刀抢办 银日之祭在于城 一年之祭在于春 温度变化大的春天季节 养生也特别的重要 卫福部基隆医院中医科 特别推出了养生茶 以及消止茶等集饮包 让民众养生更方便 卫福部基隆医院中医科医师 检视节轻松撕开即时饮包 道路装有热水的水杯调和温度后 就可以直接饮用非常方便 特别是一年之际在于春 温度变化大的春天季节 养生也就特别重要 以往想要在春天季节开始 利用中药材兼煮成茶饮 饮用养生的民众 现在有新的选择 卫福部基隆医院中医科 特地推出养生茶 以及消止茶等即时饮包 让民众喝养生茶饮更方便 因为我们用中药局 有特殊的这个器材 比较以高温高药的方式 比较能萃取出这个药物的浓度 它萃取的浓度比自家在苗族还要高 那做成经营包之后它稀释 那重点是它已经灭菌过了 你可以保存较长的时间 有时候可以保存到一两个月 可以冷藏或是常温保存 那我们这个使用的药袋 也都是有一些认证的依据 这样 基隆医院中医科进一步表示 只要在中医科挂号看诊 就可以一次至少购买 30包的养生茶或是消止茶等 即时饮包 回家只要冷藏 就可以保存一定的期限 随时随地想喝时 再拿出来加一到两倍的热水 或是隔水加热后 再倒出来加热水稀释喝都可以 隔水加热让它回温 如果你要喝 个人你想要喝浓一点 就是隔水加热 然后回温 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 因为这一包大概170到180 你再加这一样 一样这个倍数的那个水 那就等于是1比1这样稀释也可以 或1比2稀释 对 那看个人的喜好浓度 因为有些人他不喜欢喝太浓的中药味 他可以稀释水分多一点 那如果说他觉得说 我原汁喝也可以 就也是OK 就是可以 所以这便利包的方便就是说 可以因应你个人的口感 你个人的喜好 那做一条调整这样 基隆医院中医科指出 中医科特地采用号称 有中药煎药机界LV称号的煎药机 来煎煮及食饮 灭菌卫生安全又浓存无残渣 让民众养生方便又没有负担 目前这台机器它 它有高温高压的作用 那经过这个高温高压 它有灭菌的一个这个效果 那在煮完药材之后 我们利用压力的原理 它抽屉到另外一台机器过去 那我们会再经过一次煮沸灭菌之后 我们才会利用这台另外一台机器 再分装出来 那这样的过程也可以减少 那个主要的过程药材的残渣 那这样让病人在喝的时候 也比较不会喝到有残渣的一个状况 中医师指出中医指的消枝茶 不是真的用来减重 而是用来建韵脾胃 调理肝气 帮助乳动消化 去除体内湿气 而养生茶则是提升免疫力 如果民众身体没有特殊状况 其实养生茶或是消枝茶 即使饮包 每天都可以开来喝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在过完年享用美食后 许多民众都想要减重 为布布基隆医院营养士营养师 特地分析了现在坊间常用的减重方法 提醒民众如何健康减重 营养士减重门诊也推出了DGI减重餐盒 每天变换菜色 兼顾营养好滋味 助想要减重养生的民众一臂之力 又有鸡腿又有配菜色香味俱全的便当 让人食指大动 这不是一般的便当 而是卫福部基隆医院营养士 营养师特制的DGI 也就是低糖减重餐盒 因为在农历春节享用美食之后 许多民众可能要想方设法开始减重 卫福部基隆医院营养师营养师杨志凯 特地解析现在坊间常用的DGI饮食 减糖饮食以及168 间歇断食等减重方法的优缺点 基隆医院营养师营养减重门诊 搭配减重运动计划 也特别推出DGI减重餐盒 每天变换菜色 兼顾营养热量好滋味 帮助想要减重的民众一臂之力 中度的低糖饮食的话 它就是占我们的总热量的 糖内占总热量的26到15% 若是以1500大卡为例的话 三餐都可以吃大概半碗的饭 然后加上蛋白值三克 然后每天都还可以吃一点水果 所以就比较不会有 维他命D维他命C的缺乏 像我们这个便当的话 就是用这个方式去打出来的 就是我们的主食的话 我们是选用D瓜 是DGI的食物 蛋白质的比例 有稍微高一点点 这就是蔬菜 大概是占两份的分量 这个餐盒的总热量 大概是500到600大卡左右 就是因为我们把 我们的糖类的比例减少 这边的糖类大概只有占两份 然后主要是把蛋白质 跟我们青菜 还有油脂的比例 稍微提高一点点 尤其是蛋白质的部分 是提高的比较多 大概到三份的蛋白质 基隆医院营养士 指出民众来挂号营养士 营养咨询门诊 也就是俗称的减重门诊之后 同样可以预约购买 独家特制的DGI 低糖减重餐盒 一次可以购买10个餐盒 一个70元可以分天领取 减重门诊 那它的时间是在礼拜一跟12早上 礼拜五的下午 对那我们的减重门诊 就是说会结合体脂仪的检测 分析一下每个人的脂肪组成 肌肉组成各个部分 然后每个礼拜会有饮食记录 然后营养士给他一些咨询跟建议 那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就会自费开一些社区餐 就是大家前面看到的这个 减重减糖 高蛋白高鲜的餐盒 然后这个餐盒 因为自费嘛 它批价一次就是批10个餐盒 一个餐盒70块钱的 一次批700块这样子 然后就分次来跟那个厨房 那边联络去取餐这样 那有需要的话 另外还会有自费的那个特殊营养品 去搭配相当于代餐的作用 基农医院营养士也特别提醒 如果罹患有癌症 三高慢性肾脏病 长期服用药物营养不良 及成长发育中的孩子 青少年和孕妇 这几类民众都不适合用 间接断食的减重方法 记者吴俊松基农报导 为了鼓励媒体制作优质儿哨节目 让儿哨节目能成为孩子 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养分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主办的第二十届 国人自治儿童及少年优质节目 五星奖颁奖典礼 特别评选出 荣获五颗星的优质儿哨节目 也从中选出了六个年度大奖节目 由供电视台制播的青春发言人 荣获五星推荐之外 也获得了中家数位企业特别奖的殊荣 现在就带您一起来看看 千少年关注社会议题 却没有足够的发声管道 公共电视台制播的青春发言人 就特别以国高中生的视角 来深入探讨跟青少年相关的各种议题 也积极从新媒体管道 来吸引更多青少年观众 在台湾做儿童节目的资源 真的蛮少的 然后也有点辛苦 因为我们节目除了在电视的平台播出外 就也非常努力 就希望能够在YouTube IG 甚至脸书上 就是也能够找到更多青少年观众 那我觉得这个尝试 对我们来说是蛮新的尝试 所以做起来特别辛苦 所以能够得奖会觉得非常的荣幸 然后也被鼓励可以继续走下去这样 我们节目会大量的去拍青少年 就是我们访问或者是我们所有的故事 都是以国中生高中生为主角 那我觉得因为讲的就是他们自己的故事 他不会像可能在YouTube或电视上 他看到的都是成人 他可以看到他跟他同年龄的人 在做什么想什么 他们的故事是什么 那在YouTube 就是我们也很努力去 就是我们可能 我们要找一些名人或是艺人 明星的时候 我们也会很努力地去找 他们现在在看的YouTuber 就是不会是去找电视上的歌手或什么的 我们会很努力去找 他们现在喜欢的YouTuber啊 那才是他们生活最长接近的嘛 其实最重要我觉得是更希望有更多人来做啦 就是我觉得就是当越来越多人或是媒体 就是或是电视台 然后或是甚至YouTube的网络的平台 OTT 大家愿意更投注资源在儿少节目上的时候 我相信一定会引发一个好的循环 就是有越多的资源 就会有越多的人才投入 那就会创造出越好的节目 然后我觉得儿少节目最重要的 就是我觉得也非常希望 未来真的能够我们做的节目 能够让台湾的儿童跟青少年 都非常愿意收看 因为可能就是真的是为他们而做的节目 节目单位投入心血制作儿少节目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也大力推荐优质儿少五新节目 欢迎民众踊跃收看 支持优质的儿少节目 同时美观也特别感谢 中加数位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赞助经费 持续支持优质的儿少节目五新奖活动 一起来关注儿少的传播权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加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加新闻的脸书 及YT订阅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96.9 轻松电台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收看 我是张祈腾 祝您一切平安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